。 政府聽到會展業界的聲音 在政策上有稍微的調整 但這些調整是否足夠? 有無邏輯性在背後? 我們今天可以一起去探討一下 會展業的發展對香港真是很重要的 其實所謂的會展 就是包括會和展兩層的含義 就是會議展覽這一類集體性活動的總稱 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香港每年舉辦的會議展覽項目是數以百計 例如不少商貿展覽在全球排名都相當高 令到香港有一個美譽被譽為是亞洲展覽之道 這些展覽規模是很大的 每一年都能夠吸引過百萬的旅客來到香港參展 展覽會的訪客有四個主要群組 分別是本地的訪客 內地的訪客 亞太區的訪客 和其他海外的訪客 人數一直都有所增長 香港展覽業 除了能夠帶動旅遊業等相關的行業發展之外 對推動香港的經濟是尤其重要 更加重要的是 行業展覽會能夠為行業、企業 創造更廣泛更加巨大的影響力 和更加強大的競爭力 其他東西我們不說 我們可以看看香港國際美酒展 這個展覽已經能夠看到 會展業的影響是可以怎樣影響到我們在這方面的地位 自從2008年開始舉辦的香港國際美酒展 就是為他們的行業、企業品牌的推廣 搭建了一個舞台 而這個舞台是一個國際性的舞台 是有效地幫助他們 樹立到品牌知名度和影響力 葡萄酒的行業品牌真的很多 消費者對品牌的認知度 普遍來說都是較低的 單單一個經銷箱 就可能會聚了上百甚至是成千個品牌 在酒展的參展箱裏面 除了小部分是單一的莊園之外 更加多的是拿著一百上千的品牌 來經銷箱和代理箱 數之不盡的品牌 和難以說的品牌內涵 就是經銷箱代理箱 宣傳推廣的一個樽頸位 在這種情況下 酒展覽為他們提供了品牌展示 資訊交流和業務恰談的一個很有力的平台 亦能夠為經銷箱 自身品牌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建立了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新款疫情爆發對會展業造成很大的影響 特別是國際性的大型展覽 先前政府調整了 外面由外地入境人士檢疫酒店的規定 由7天要住在檢疫酒店的要求改為3天 在家裏進行醫學監察 4天 在這4天裏面 入境者的疫苗通行症就會轉為黃色 所謂是黃馬 而拿著黃馬的人 不可以進入表列處所 但他們可以如常工作 不過問題就出在這裏 展覽場所 是在表列處所之內 亦因為這樣 你拿著黃馬的人 目前就不能夠進入展覽場所 這對會節業當然是非常不利 如果來到香港之後 你要7天檢疫完才能夠參與這些展覽活動的話 誰還會來香港參展 在業界大力的遊說下 政府昨天宣布放寬相關的規定 拿著黃馬的 入境人士 是可以參與企業對企業的會議和展覽 即是business to business b to b 前提是要預先登記 和在場內一直都要戴口罩 作為主題嘉賓或者講者演講期間 不在這個限制之內 而其他有本地公眾人士參與的 大型會議和展覽 舉辦機構 都可以向政府提出一個申請 即是甚麼 即是拿著黃馬的 是由外面來香港的入境人士 是不能夠參與那些有公眾人士參與的會議和展覽 不過政府表示 如果認為情況合適 和對香港經濟發展有比喻的話 是可以考慮 可以考慮提供一個便利的安排 但是在昨天的記者會 沒有提及到 有甚麼申請準則 以及有甚麼程序 這一項全新的措施 明天起 即是8月25號 開始生效 商界、會展業界、展覽服務公司 當然對微調都是表示歡迎 對於現在籌備展覽的公司是有幫助的 不過他們的翻身時間 的turnaround time 是沒有那麼快 就算你放寬了也好 都很難立即可以立竿見影 業界就說 最快都要年底才安排到部分的企業來香港 即將舉行的會議展覽 應該都是趕不及請國際企業來的 放寬當然大家都歡迎 但這一步的放寬是否足夠 有沒有漏洞 首先政府一定要明白 會展業是不斷在演化的 現在不少的展覽已經不單止是企業對企業 而是和公眾展覽是二合為一 這種混合模式舉行是相當普遍 這也是 全球的一個大趨勢 現在這個新的安排只是容許持皇馬入境者 在四天醫學監察期間 參加貿易展會 而不包括公眾展覽 對於受到沉重打擊的會展業界 仍然有一定的困難 其實政府最需要理順的 就是這些政策和措施背後的邏輯 邏輯的原因 道理在哪 為何會展這些展覽場地 是要被立日表列廁所 你行一個展覽會 和一個坐地鐵 坐公共交通工具 的本質上有甚麼分別 我相信大家搭過地鐵的話 在地鐵的站與站之間遊走過的話 進過車廂的話 你甚至可能是覺得地鐵 比展覽場地更加擠迫 如果你說人多擠迫 就是一個被列入表列廁所的重要考慮 地鐵用不用 應不應該都要被列入表列廁所 最核心最核心的問題 仍然都是入境檢疫政策的問題 現在三加四檢疫政策對外商來說 仍然都有一定的阻力 特別是參與展覽 因為來的人通常逗留的時間都是很短 一日起兩日子 三加四的檢疫政策絕對會影響 他們來香港的意欲 我們香港的開放速度 已經比其他國家地區走得慢很多 輪近我們新加坡 搶走了不少本來在香港舉行的展覽和活動 這些活動一旦走了 你要他們再回頭 是不容易 是一件艱鉅的工程 考慮減少檢疫日數 其實真是刻不容緩 應該盡快把檢疫日數縮減到一天 甚至是完全免除 如果不是的話 香港和世界的聯繫 很難很難復常 很難是可以回復當初的景象 在這裡順道一提 疫苗通行證加入紅黃馬這個安排已經有兩個星期 政府那邊就提醒告訴大家 已經給了商戶14天的適應 讓他們可以更新驗證二維碼的掃描器 應用程式 去到最新版本 寬限期在昨天 已經是戒滿 息患處說 會開始採取一些嚴厲的執法行動 餐飲處所負責人 是需要禁止紅馬或者黃馬的顧客 或者是訪客 進入他們的處所 違規的可以被檢控 最高可以罰款五萬和監禁六個月 紅馬或者黃馬的顧客或者訪客 如果沒有遵從要求 進入食股 即是等於犯罪 最高可以被罰款一萬元 或者是定額罰款 吳慈文 大家要記住 今天開始 會嚴厲執法 今天是8月24日 大家還有兩天的時間 可以買月餅是有優惠的 如果大家想得到購買大自然素食月餅的優惠 就一定要在8月26日之前購買 大自然素食貓山王榴槤月餅 冰皮月餅 榴槤味道 龍而不利 入口融化 天兵皮 配合得天衣無縫 原價是 268 現在早要優惠 198 還會送一張價值50元的大自然素食現金券 為了每盒月餅 148 如果你不喜歡吃榴槤的話 可以選擇我的自愛 大自然素食 自家製的 無彈五人魚餅 每盒原價 198 現在只賣168 同樣會送你一張價值50元的大自然素食現金券 為了每盒月餅 只是118 的確是物超所值 有興趣買的朋友快點 購買的詳情和地點已經列在下面description的欄目 當中 還有不要忘記去撐 撐小肥演唱會 這兩場演唱會將會在星期三 9月14號 同星期四 9月15號 在旺角麥花神球場舉行 希望到時見到你 你好我是Soul Jays 9月14至15號小肥就會在麥花神那裡開場 作為fans的我 當然會來 你就一定要來 貓山其實就是果子尼 馬來西亞人會將熟透和自然在樹上跌下來又未裂開的榴槤 拿到果子尼面前 讓果子尼聞一下香味來鑑別優劣 如果果子尼聞完之後很興奮 就代表這個榴槤是極品的貓山王榴槤 大自然素食的奶素榴槤冰皮月餅 一盒是有六個 每盒原價是268元 現在只是賣198元 即是每個都只是33元 比起去茶餐廳吃早餐更便宜 而更加重要的就是 大自然素食的 榴槤冰皮月餅 真是一口食到媽媽都不認得 一口咬下去就好像帶你進入鮮的一樣 入口融化 但一口榴槤清香 令你樂而忘返 每一盒原價268元 現在只是賣198元 的確是物超所值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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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